歡迎收看週日的東橋Vlog 我是包伯 我是文 這次來到了日光 帶大家來日光玩兩天一夜遊 我們再去日光的路上 因為順路的關係 我們在宇都宮吃吃腳當中餐吧 因為戰爭的時期 宇都宮的陸軍團由於常住在中國的東北地區 當他們返鄉的時候有太想念的餃子 所以就把餃子帶來這邊發揚光大 其實我們今天是有開車來的 接下來就開車前往日光囉 我們現在到了中餐寺湖 到了中餐寺湖你有什麼感覺 超冷的 他如果來日光阿多餐寺錢 真的真的 標高比較高 所以小心一點 自己注意一下 好棒 接下來我們要先進入英國大使餅館紀念公園 在這個大使館這邊 你可以直接坐下來 然後包覽你一望無際的中餐寺湖的美景 逛完了美美的大使館紀念公園 逛完了美美的大使館紀念公園 真的要馬上趕路 因為現在是秋天嘛 所以光掉很快 我們要趁機趕快去把該拍拍完 那我們現在來到中餐寺湖的中餐寺 然後呢在二樓的外面這邊啊 可以沉澱下來 然後欣賞一下美麗的湖景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啊老哥 我們來到華岩的瀑布 華岩龍 我們現在搭一個史上最貴的便條 五百五十塊日幣 然後呢 你們有沒有看過搭電梯去看瀑布 我們現在經過這個長長的步道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瀑布的正面的景觀 這邊有賣高原牛乳耶 和瀑布喝牛奶 下山啊基本上就是考驗文的開車技巧 這個地方感覺跟同文字第一次有點關係 這個真的是吃飽會吐啊 到囉 抵達今晚住宿 日光最屌的溫泉旅館 應該不是這家 應該不是 但這家因為很方便啊 就在車站旁邊而已 所以也蠻推薦大家住的 插卡 溫馨啦溫馨啦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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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我們兩分鐘後就要回飯店洗澡 我們的飯店在這邊 然後大概相隔十公尺就是日光的車站 日光車站的貴賓等待室 我們在這邊找到德川的可惡可樂限定碑 太酷了吧 真的 說真的夜晚的日光沒有太多好逛 但是其實還蠻浪漫的啦 在這邊走走看看 7點之後要逛什麼 Supermarket 好啦回飯店啦 接下來回飯店是要休息嗎 錯 現在終於到了泡怎麼四顆啊 接著拍片拍一點好累喔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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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